Q,王源惹上大事。虽然在粉丝的口中,王源已经亲手打了道歉微博,亲自去了有关部门接受惩处。而王源的团队也拉出了N个桂圈红星来陪着王源共沉沦。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办法平息外界对于王源这位靠正能量少年人设捞金圈,分顶流的质疑和吐槽。 因此即便此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王源方面也已经穷尽全力进行舆论善后。但是媒体上由此事所引发的有关王源的诸多黑料却仍旧是屡禁不止。 甚至是越来越多,譬如石下王源与戴志斌的旧事,与欧阳娜纳纳及杨超越的绯闻都相继登上了社交媒体的头版。甚至微博上王源的关键词已经跟CD挂上钩了。 除此之外,石下更有一些自媒体宣称,随着王源人设崩塌仪式越闹越大,此后官媒活动将会彻底弃用王源。 就连已经录取了王源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也会取消他的录取资格。伯克利所在的州确实严禁未满21岁的青年抽烟。 但此条例是针对该州常驻人口的,因此就目前来说,王源这次抽烟的行径还不至于会影响到他的大学录取情况。 何况伯克利会录取王源或多或少都参考了他已经是成熟一人这一客观因素。 既然王源并没有因为此事而改变他的社会身份属性。 那么伯克利又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极好的宣传机会呢? 毕竟王源和欧阳娜娜娜可是,让伯克利在华人圈声明大噪了。 至于说以后官媒会不会弃用王源,一时半会儿还真是不好预测。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三小职往后同台的机会会变得更少。 因为不管这三位政主的关系如何,三字和四字的团队都不会再愿意让自家的艺人去沾染。 王源身上层出不穷的是非。 四字有教主提拔,ALE仗,蓝台力挺,王源这一年来都是单打独斗。 因此他有些地方做得不足,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愿此事之后,王源可以真正成长起来吧。 二、马思纯被于飞红压翻。 虽然说马思纯和彭于燕的这个演员阵容, 让外间以为徐安华耀导演的新作并不是张爱玲的第一卢香。 而是老舍的骆驼翔子,但既然此事已经尘埃落定。 那对于大众来说也只能被动接受,并且默默期待会有真香的那一天。 可是没想到,杨天真为了帮马思纯在柜圈刷足存在感。 竟然让团队营销于飞红压翻马思纯这一新闻点。 对于杨天真的这番操作,不说马思纯的粉丝,就是业内人士都看得云里乌里。 马思纯在贾纳都快被格格咽压得让人忘记他才是影后了。 杨天真有力气不去回击一下官格格,竟然跑到第一卢香这里拉于飞红下水。 这不是在自造草点吗?作为资深女神,于飞红素来人但如菊,到了这个年纪。 她更不会去跟后辈演员为戏份拉扯,而今马思纯的路人员每况日下。 外间对于她出演该电影女主仪式也是怨念颇多,杨天真不好好让她低调演戏。 这个时候还跳出来挑衅前辈,真的是不知所谓。 至于说为什么此刻该电影的很多宣传物料会把于飞红放在第一顺位,一来。 为了弥补女主的不足,于飞红和张军两位女星在该电影中演的角色确实比起原著要多了很多戏份。 二来,于飞红虽然算不得是顶级女星,但在圈中竞赢了这么多年。 论资排位把她放在马思纯前面也算不得是她拖大吧。 虽然说现在杨天真拉采的是于飞红,但只怕未来张军和张建宁才是让马思纯头疼的存在。 毕竟黄教主硬塞过来的这两个人可从来都不是吃素的。 三观小彤绿了陆寒。 日前,网上有媒体称最近与王思聪过从甚密,来往清静的神秘女性就是关小彤。 联想到校长而今已经把眼光从网红身上转移到了女星这里。 再加上关小彤的团队也营销过王教长对自家一人寄予已久。 因此时下不少瓜众都认为媒体报的这个料值得取信。 所以这两天已经有不少黑粉四处在网上讥笑陆寒。 称她这驸马的帽子还没戴多久,头就绿了。 王思聪现在确实有辽女明星的想法,但是就目前来看。 她跟关小彤所谓的关系好,还真就只是关小彤团队单方面的幻想。 最近在网上传来传去的所谓王思聪和关小彤一起去夜店亲密玩耍的照片。 其实是王思聪和林更新带着网红小黑一起去嗨的旧照。 因此关小彤绿了陆寒的新闻完全就是乌龙一桩。 不过,关小彤的人生还那么长。 野心又足够大,而最近豪门又一直都在扩招女明星。 所以,很多事情还真是说不定呢。 四,窦镜彤拒绝资源。 虽然说不怎么营销,但窦镜彤在贵圈的商业价值一直以来还是很不错的。 不少电影和高奢品牌都向她伸出过橄榄枝,可是面对这些主动靠过来的资源。 窦镜彤方面却表现得不甚热络,并没有被眼前的优质项目迷花了眼睛。 窦镜彤之所以没有对这些资源照单全收。 并不是说已经正式进入娱乐圈的她不期待功成名就。 而是她现在已经深安贵圈的套路了,这些电影也好。 高奢品牌也好,之所以会表现出非她不可的架势。 说到底从来都不是因为窦镜彤真的奇获可居,而是因为她的父母是王妃和窦威。 只要拉得到窦镜彤加盟,那天后也好。 大神也好,他们二人总是要给品牌方几分薄面敌,因此为了不给爹妈找麻烦。 窦镜彤这边从来都不会对居心叵测的资源方假以辞色。 虽然说已经生在了终点,但唱歌能被金马奖肯定。 演戏能捧回天坛奖的窦镜彤,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所以书相信未来总有一天她可以做到不仅仅是王妃和窦威的女儿。 还是娱乐圈里特立独行的窦镜彤。 五张丹峰卖力洗白。 眼见着到手的电视剧资源黄了一步又一步。 连合作了很久的一些品牌也陆续撤掉了自己的广告物料。 凤凰男张丹峰总算是看清楚了现实,那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的软饭男。 因此张丹峰目前不仅忍痛割爱开除了碧莹,还在红星面前各种伏地作小。 希望红星能重新帮他洗白,可是已经被张丹峰喊了新的红星。 愿意跟他在明面上复合已经是为了孩子所做出的极大让步了。 他本人根本就不愿意再跟张丹峰当众以外,欺骗自己也欺骗大众。 而线下张丹峰团队晒出来的很多与红星恩爱的照片, 其实是以他们夫妻从前的旧照为蓝本进行技术处理过的。 不过张丹峰的这种行为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一来。 对于大众来说,他的人设已经血崩。 不管他如何洗白,都是徒劳无功。 二来,如今的网友无处不在,明星想造假根本就是难上加难。 譬如张丹峰近来刚发通稿说,自己在HKKI7逛街。 就有网友马上靠出了红星在重庆参加商业活动的照片,对他撒谎成性。 这样看来,湛男张丹峰想要洗白恐怕是真的无望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